叉烧不太好 叉烧要滥滑 叉烧不太好 肉香和调味要均匀 通常叉烧是大咸大甜的 最基本是糖盐、麻醬、莫子醬 玫瑰露和香料粉 为了叉烧更加淋滑和香味 加入鸡蛋和生粉一起搅拌 让它吃到比较淋滑和有蛋香味 叉烧长短问题,当然长旁长 叉烧长或短的,会形成火炉的问题 短的快熟,长的床还未够熟 或者不够松化 如果你到长叉烧够松化 短或小的叉烧,会随口 叉烧来说我们通常都是先猛火后猛火 猛火之中就是慢慢把热力迫到叉烧本身松化 但现在你头乱的就是不小心焦了 再烤焦的时候叉烧就不好吃 叉烧来说切给客人吃的刀工也很重要 要是半肥瘦的叉烧来说你不能切太薄 手指比较阔 吃下去有咬口 参烧如果是瘦的 切刀漿就要大薄一点 因为纤维和半肥瘦的纤维是不同的 煲片的参烧最好一口一口 最好都是没肉 参烧头或者参烧味 味道比较突出一点 尤其是参烧味 因为参烧垂直的味道会均下来 烧起来味道会较浓一点 至于香 参烧头 因为火上升再压下来 参烧的位置通常会较受火 有火鸡和焦香味 参烧头是比较齐整 参烧尾没有齐整 因为带香会尖一点 或者没那么平